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时人们就像蛇皮肤一样 所以人们就叫生蛇 感染过新冠病毒 生蛇的机会会否提高了 大多数市民可能都种过新冠状病毒 我们也不是特别看到 生蛇的时间 但也很特别 因为我们知道生蛇 都关于免疫系统 有时免疫系统弱了 有些机会出水痘病毒或生蛇 有时我们医生沽状病毒的严重后遗症 例如很严重的肺炎 我们会用一些类沽唇 或者免疫抑制 有时用了这些会增加生蛇的机会率 身体哪个部位会生蛇的呢? 因为这个病毒可以任何地方都陪伴 所以其实什么地方都可以出 总之有神经线的位置有机会出 全身都有机会 你刚刚看了 可能是身体、胸部 但最怕有时可能是臉或颗子 什么地方出 就真的要看哪个病人 有时它不单出一个地方 严重的话可以出几个地方 我们最担心有时影响眼 如果它三叉神经线有受损 或者是耳朵 因为有机会有些长期的病患症 会有什么感觉呢? 通常一般病人都会开始 未必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 可能很累 有些病会发烧 但最常见 可能在那个部位生蛇之前 会痛 有时痕 然后出生蛇的诊的时候 就会看到红、碎泡 之后就会结焦 慢慢好 会维持多久的呢? 这些症状 都要看每个病人 尤其是胃疼痛 比较弱的病人 可能生蛇会久一点 或者严重一点的症状 痛一点 或者更加大机会有后遗症 一般来说 大概两至四个星期 大多数病人的症状都会痊癒 你提到后遗症 会引伸什么后遗症? 那就要看看生蛇的位置 例如刚刚提过 三叉神经线 如果影响臉部的眼部附近 有机会影响眼 影响视力 最严重的病 有机会有视力的问题 最严重可以是猛 如果影响耳朵 有机会影响听觉 还有可能会影响面的肌肉 之后可能会有机会面探 内边有时会影响脑膜 可能会令病人抽筋 或者癫症症 严重一点的话 有机会有其他内臓 例如肺炎 也有肺炎 就是要看哪个位置 以及病人的免疫系统的健康 出现什么症状 代表生蛇的先兆? 很多时候生蛇最重要是 早点去察觉到 早点去医治 所以跟病人说 通常一开始 都不是特别不舒服 可能会有点累 有点会发烧 但有一个部位 尤其是身体一边 是特别痛或者很痕 可能皮肤快出红疹了 未出水波之前 这些就是最早的先兆 如果是提早来诊断到 有些适合的治疗 可以减低后遗症的机会率 会怎样做一个治疗? 看看病人的免疫系统的状况 一般来说 如果都是比较简单的 又不是什么严重的后遗症 例如不是发到几个地方都是 不是影响眼睛 影响耳朵 我们开始只是开口服抗病毒的药 但如果是比较严重 可能很多地方都有 影响眼睛、耳朵、脑 其他内臟 有机会注射抗病毒的药 还有如果需要的话 可能开其他药例 这些类固上 减低发炎的后遗症 如果我们上眼或者入耳的时候 有什么治疗方法? 第一件事 如果发现面部有机会有生蛇的先兆 突然间很痛 出疹 尤其是刚刚红 甚至有点发烧 第一件事就要找医生 因为有时已经觉得视力有问题 听觉有问题 肌肉有问题 臉肌肉有问题 可能已经比较迟了 因为尽早医治 是减低后遗症的风险的 所以如果真的看到这些症状 第一看医生 那医生 评估一下 他可能第一 会用口服或者注射的抗病毒药 即是压低病毒 还有也要考虑找专科医生 看看视力和听力有没有受损 如果有的话 可能下其他药 例如雷菇醇 或者其他病毒药 来减低后遗症的机会 但是治疗的成效 其实有多大呢? 都可以看看多早 以及病人本身的体质 如果及早 可以大概两三天内 出疹 或者症状起之前开药 医得好 或者减低后遗症的机会 会好些 如果拖持了医 又会难些 同一时间有些 就要看病人本身的体质 如果病人本身有些病毒药 有些病毒药 会令病毒药 是比较弱的 例如本身有其他病 需要吃些病毒药 长期食类固醇 可能本身有慢性神衰竭 各样其他病 都会影响到治疗的成功率 或者可能会高些的后遗症的机会 年纪是否一个因素 是的 非常好 因为我们知道 免疫系统和其他器官差不多 都会慢慢退化 我们知道 我们年纪越大 到大概50岁以上 我们看到免疫系统 都会慢慢老化 变成免疫系统没有那么强 其实就会看到 我们生成的机会率 通常都是50岁以上的人 开始出 但是如果本身有其他原因 例如吃药 其他病本身都影响你的免疫系统 会年轻一点 50岁之前都会有机会出 有没有机会会犯法 都有的 这也是看回病人本身的体质 可能已经免疫系统很弱 如果有方法 例如我们有其他药 或者调教免疫压剂 免疫系统可以健康一些 可以好一些 我们可以尽量减低服发机会 但是可能病本身有一些 都不能回头 或者不是完全可以好好的免疫系统问题 例如它本身有 慢性疾虚蟹 或者它有其他 例如外肢病 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方法 完全提高免疫系统 其实这些病復发的机会都挺高 生蛇有没有预防的呢 预防生蛇最好的方法 就是打疫苗 我们现在生蛇 有两种不同的疫苗 一种是减活的疫苗 另一种生蛇就不是活的疫苗 以前可惜 因为这个减活的疫苗 有些病人是不能打的 尤其是病毒比较弱 减活了疫苗 打了也有机会有生蛇的副作用 所以这些病人不能打 但幸好 现在新一个蛇针 就多些人可以打了 有没有什么人 是不适合打蛇针的呢 新生蛇的疫苗是很好的 很多人都可以打的 唯一要小心 就是如果以前打过类似的针 或者对里面的针的成份 有一些过敏的历史 那就要小心一点 还有通常怀孕的病人 通常都叫他不要打的 如果担心 就和医生问回强识的病力 一般来说 大多数市民都可以打新生蛇的疫苗 多少岁是开始适合打疫苗呢 如果你的免疫筒受损 其实我们都尽量早点打的 所以其实18岁以上 如果真的免疫筒受损 都建议可以打的 一般来说 如果免疫筒没什么大问题的话 50岁以上 其实一般市民都应该要打的 平日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去预防生蛇呢 就是增强免疫力 是不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呢 其实身为一个美科医生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提高大家的免疫力 有很多方法的 第一件事 其实今时今日 最常见 越来越多年轻人生蛇 就是因为他在用其他免疫压剂 无论是磁风湿 或者是老内科 甚至是癌症的病 可能用过很多不同款的药 免疫压剂 可能是标靶药 生物势势 化尿 都可能令到免疫筒受损 如果发觉自己经常都病 经常都感染 经常去看医生 其实不妨考虑一下 会不会和医生谈一下 其实我免疫系统 是否要评估一下 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 或提升我的免疫健康 一来就是 看看现在的状况 第二就是 调教现在的药 很多人用的药 其实可能可以调教 尤其是年纪越来越大 很多时候免疫压剂 可以减低 用最少的免疫压剂 来治病 去提高自己的免疫系统 健康 第二就是健康的生活 也是健康 可以减低压力 多谢李医生的详细讲解 我们今集节目时间有够了 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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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